Sony 手機用的聲頻技術 可能會比較長的影片 我現在就只是分拆 其實也不是分拆的 其實那個也有包包的 這個就只是說這個 DC Face Linearizer 沒有辦法 又是要 用一用 用中文去解釋 因為這個是比較複雜的 它進去 它自己裡面 就會分了這個 Type A Standard High Low Type B Standard High Low 這樣的 兩樣東西來的 簡單來說 這部機器有一個S Master 放大器 我之後的影片會詳細少說 其實它是D類的放大器 這裡 是模擬D類 它不是真的D類 因為 都是 analog AB 和D類 都是模擬訊號 我們現在是用數碼訊號 我這裡主要說Cast A和Cast B Cast A 即是這部機器所說的Type A 其實它是一個 完全的線性放大器 其實它 會消耗更多熱量 但質增很低 通常是高級的系列才會有這類放大器 其實它大概應該是 形容現在我們所見的膽機 其實膽機 它有什麼出名呢? 人聲出名 其實這個 叫做 模擬A類的 聽起來 人聲是真的比較出一點 可能當你 全部東西是平 當你聲音平 然後 人聲那個範圍 會跌高 樂器聲就會低 聽起來 而且它是通透了 當我這樣進 左右二入 不是左二入二出 左右二入 那些聲音好像在這個地方 在動 立體一點 即是真的可以在左邊 穿到右邊 右邊穿到左邊 可能都是左二入有二出 這樣 這樣呢 其實這樣聽起來 好像比較舒服 就好像有點發燒級的儀器 但去到B類 即是Class B Type B 月類放大器 其實它就這樣叫做線性放大器 它跟甲類的放大器完全不同 對 那它B類 在工作的時候 它的正負通道是關閉 所有信號 進入 那 如果有 信號 一進來做事 另一邊 出去那邊 就會關掉它 那所以呢 聽起來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聽起來的聲音 首先它樂器聲會大了 還有 它的聲音是比較局促的 即是當我又是 左右二入 那些聲音就好像上了 額頭這些位 它就卡住了 那上網就有人說 它會聽起來會頭痛 對 但是呢 嗯 它B Class B 它的失真率也不算太多 對 但是呢 它B類就不算是一個 真正讓你做到一個 好像HIFI級數 這樣的放大器 其實它多數都用在汽車音響上 因為它用的電量會比較少 對 那其實 我自己呢 就比較 兩樣都不用 對 就是這樣 那 那 為什麼兩樣都不用呢 第一 除非我個人 可能 不太舒服 或者 想放鬆一下 就可能用A類 因為它通透性大一點 就好像舒服一點 我感覺 B類 有時候 你突然好像有點煩老皮 就可能用B類 用一些樂器 去麻醉一下自己 不過問題是 如果 我用這些 XBA系列的耳機 因為 XBA40 XBA A3 MDR 1A 那些比較低音的耳機 我不是很喜歡A類的BASS 因為我自己也不太喜歡膽機的BASS 因為我家裡也有 對 那 膽機的BASS 不算太重 因為 實際上 它不是讓你玩這種東西 因為我自己 為什麼用Sony系列的東西 因為它自己都 它自己的BASS 也不差 因為我喜歡它的BASS 由以前的MegaBASS 開始 我已經很喜歡它的BASS 所以 所以 我用Sony 這些 牌子的東西 用了十幾個小時 我已經開始上了人 耳機那些也是 那 那 講完 其實它 當你 平時 BASS 是集中一點來計 它A類 是會 一打下去就會像Ripple Effect 那樣 散開 你會覺得它不集中 所以 我會說BASS 是弱了 因為它不集中 而 B雷呢 雖然它也不算集中 但是散開 就不會散得太厲害 就是 它可能 你扔一顆 大石頭 和小石頭 它那個Ripple Effect 散開那個 分別而已 對了 這樣 當然它是有A、B類合起來 但是這部機 就不是兼容 這個 信號 因為它自己本身 就已經做到這樣的 東西 所以 就無以A 或者B 那 你可以買 回去試 也可以去Sony Store 或者各大 電力店 看看 有沒有可以讓你試 Sony Store 一定可以讓你試 現在有這個功能 暫時我以我所知 只有三部機 一部是WM1A 黑鑽 一部是WM1Z 金鑽 還有一部是最新推出的ZX300 對 是這三部機 有這部機 A40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沒試過 對 對了 接下來也會做 多一點點影片 說關於獲民的東西 其實我也在儲錢買這個4.4 的BALANCE 口的線 買到就可以試試這部機 的真正實力是怎樣 因為 接下來的影片 我也可能會說一下 聲音會有4倍的 對 為什麼會有4倍呢 就看看下一部影片 我怎樣很簡單 很傻的 解釋了它 對了 今集就說到這裡 看看遲些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 記得 Like 或者Subscribe 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對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